我們繼續來關心 這一波寒流帶來的低溫 現在最低溫都已經來到了將近六度左右 所以有很多的民眾都在這個時間點 就算天氣很冷 也想要到外頭吃點熱呼呼的宵夜 像是火鍋店 還有賣一些鍋物的業者 這個業績真的是強強棍 由於包廂再加入洋蔥蒜苗 到最後放上肉片蒜頭大火翻炒 倒入石頭鍋來點高麗菜增添清甜口感 夾滿大菇湯底 農醇香氣 立刻撲筆飄散 面對入冬最強寒流來襲 帶動火鍋店人潮業績 餐廳店內坐滿吃過民眾 拼命大口大口吃 飽味又暖身 全臺溫度越晚越寒冷 尤其迎封面的基隆夾雜雨 是最低溫下灘五度 體感更是逼近零度 不少民眾直呼有感 超冷的感覺比之前前幾次的寒流都冷上非常多 吃完以後身體非常暖 很有活力 有 蠻冷的變了蠻多的 尤其是在基隆靠海的地方更多 有 我們很常來吃 對啊 天氣冷就會來吃 全臺溫度驟降氣象署 也針對部分縣市持續發出低溫特報 並且預估最冷時間點落在二十三號及二十四號 也讓業者順勢迎來天冷商機 如果用平日來講的話 算很好 對 基本上劍峰時段都有客滿 這算是都有就是幾個啦 玉庫舟山水氣減少 寒流減弱 隔離溫度才會回升 只是幅度緩慢 並且西半部地區日夜溫差大提醒民眾 早出晚歸 務必做好 保暖工作 記者洪志偉 姚家定 採訪報導 friend 你 些人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